大家好温哥华的何生生 加拿大最新的也就是9月份的通货膨胀报告已经出炉了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直接讲一下结论 我觉得利息还会再继续增加 而房市还会持续的疲软 话不多说我们温故知心来看一看过去的数据 我们在这里讲的指数都是消费指数也就是CPI 加拿大它在9月份的环比是增加了65.9% 虽然还是很高 但是相比于8月份的7%已经有所下降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了这7%到6.9%究竟是哪个地方下降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首先我可以总结为三类 好的坏的和其他的 好的在这里就是油价 因为它的整体的一个下降 主要是因为油价的一个下降 那么老百姓除了油价以外 更关注的还是它的吃的平常的日用品 日用品其实它的增长依然很高 达到了11.4% 这也是自1981年以来最高的增长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6.9里面 它其实并没有完美的把很多问题展现出来 如果我们把油的元素抛开 我们能看到在9月份其实它的增长是6.3 跟6.1八月份的一个增长来说 反而是增加了0.2个百分点 如果我们简单的对比上个月 也就是8月份 我们也能看到一个0.4%的增长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加拿大整个的一个全国经济情况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BC省 谁让我们住在BC省 我有那么多的观众都是在BC省 BC省其实它整个的情况更为严重一点 它9月份的一个环比大概是7.7% 跟8月份的7.3比起来反而增加了 它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平时能看到的就是油价的原因了 油价大家我们能看到平时2.5 我有一块9两块5的即使是一块9 跟其他城市比起来也是比较高了 但是BC省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济体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这个事儿 可能很多小伙伴也会关心了说 它的工资状况是怎么样的 可以说工资跟去年环比大概是增加了5%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你的工资跟去年比没有增加5% 那是时候跟老板好好的聊一聊了 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结论 我觉得利息还是会继续的增加 虽然跟8月份相比已经有所降低了 但是6.97.0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杯水车薪的感觉 那我们抛开了油的元素 我们能发现我们的日常用品 它还是保持在一个不降反升的状态 虽然央行加息了很多次来抑制通过膨胀 但我们平时日常比如吃个饭买个菜什么的 我们能感受到物价还是在快速的飞涨 而且我们的工资的增长 远远比不上现在物价的增长 再有就是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能发现 我们的工资水平的像刚才跟大家讲的 并没有太多的增长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购买力就会进一步的放缓 那么政府肯定会要出台更加有效 或者是更加持续的一个升息的政策 来抑制通过膨胀 好了说了这么多 我在这边再讲三点小的建议 第一点就是大家可能回去好好看一下 自己的工资收入 自己的理财收入到底有没有达到一个5%到7%的一个及格水平 如果没有的话就好好地要审视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以随时跟我聊 第二点就是对于很多想要买卖房产的小伙伴 一定要清楚自己到底是想买的房子是属于一个买方市场 还是属于一个卖方市场 不清楚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说 那么第三点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资产 自己的购房是不受利息影响的 那么恭喜你 可以说你真的就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了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点不散 拜拜